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唐纳德、特朗普的惊人复出之路 从他在2021年低迷的政治形象到四年后与副总统哈里斯的对决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特朗普如何巧妙地将法律困境转化为选民的怒火 并利用社交媒体成功吸引新一代选民 他又是如何在竞选过程中面对暗杀未遂和民主党候选人更换的挑战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将揭示乌纱、范斯这位神秘的潜在第二妇人 她的背景和对政治的影响 以及她如何在丈夫JD、范斯的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 她的低调形象与特朗普支持者对移民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而她的故事也充满了政治的起伏与挑战 最后,我们将探讨特朗普再次当选后的共和党未来 看看谁将成为这位政治巨人的接班人JD 范斯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1年1月的寒冷早晨 特朗普在华盛顿告别了他的第一任总统生涯 他的支持者们聚集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特朗普充满信心地向他们承诺 我们会以某种形式回来的 四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形象受损 陷入困境的前总统以压倒性的胜利 实现了政治付出 这一付出之路并不平坦 2020年选举后 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他拒绝承认败选 而暴力冲击国会大厦 导致他的公众形象跌至谷底 然而,他并未因此止步 在随后的岁月中,他将法律困境转化为选民愤怒的燃料 借助社交媒体和播客与新一代选民沟通 激发了那些感到被遗忘的美国人的共鸣 特朗普的竞选之路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 两次暗杀未遂 以及民主党在选举后期的候选人更换 都是他付出之路上的巨大障碍 然而,这位身经百战的政客 将自己塑造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成功地赢得了许多选民的同情 在共和党初选中 他横扫群雄,尽管面临多项指控 但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候选人 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出现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当时特朗普高举拳头呼喊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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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充满力量的形象成为了他的竞选号召 面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挑战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迅速调整策略 将哈里斯描绘成不切实际的候选人 讽刺他的笑声并标记他为危险的自由派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初期表现尚可 然而特朗普的团队认为 他未能提出有效的变革议程 未能有效的激发选民的热情 为了扩大选民基础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奋力吸引年轻人和少数族裔选民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 甚至在特朗普的最后一次集会上 他与一位阿拉伯裔市长同台 展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形象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巩固了 他在共和党内的地位 还启动了他继任计划的开端 尽管宪法规定他不能再竞选连任 但特朗普已经为他在党内的统治 设定了一个独特的结束日期 他的再次当选 使得共和党中的继任斗争开始浮现 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 则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特朗普遗产的自然继承人 与此同时 乌莎、范斯作为特朗普竞选搭档J.D.范斯的妻子 也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她是移民的女儿 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 母亲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虽然他在公众面前鲜少发声 但他的低调和神秘 让他被一些人形容为政治谜团 乌莎的印度血统 引发了来自极右翼的种族主义反弹 但他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让他在政治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他与J.D.范斯在耶鲁法学院相识 尽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挑战了种族偏见 特朗普的再度胜利 为共和党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本人不能再竞选总统 但他的影响力 无疑将继续塑造党内的未来继任者 代理总统J.D.范斯 被视为特朗普政策的延续者 而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在内的许多共和党重量级人物 也在基于未来的领导位置 特朗普的成功 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他不仅重新定义了共和党的形象 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尽管未来的继任者仍在酝酿 但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无疑将在美国政坛继续发光发热 正如一位资深共和党活动家所言 只要特朗普还活着 他就会掌控这个党 他的胜利不仅仅是选票的胜利 更是他对美国政治舞台的长期影响力的彰显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的胜利再次证明 虽然有过挫折和争议 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这种付出完全符合美国政治历来的戏剧性 一如历史上尼克松在经历不光彩的辞职后 再次影响政治格局 特朗普不仅成功重塑了他的公众形象 还在将法律困境转化为选民支持的过程中 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政治技巧 而这也向候选人们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楚天书 你得承认 特朗普的回归 更像是一场好莱坞式的剧情 充满戏剧性和危机公关的胜利 他的胜利 不仅是在对手失误的基础上建立的 还得益于他极端手段的运用 和煽动性口号 这些对美国政治的长期健康构成了挑战 回到尼克松的例子 尽管他重新崛起 但他的政治生涯因水门事件彻底终结 特朗普的未来 是否会因为其一系列争议性行动 而面临同样的命运 历史或许会重演 不可否认 争议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一部分 但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原因 他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掌控力 和与选民直接对话的能力 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 即便在逆境中 他能够将自己的困境 变成对手的劣势 这种策略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 用炉鞭谈话赢得民心 特朗普以类似的方式 在信息时代 重新定义了政治沟通的方式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特朗普是现代的政治先知 但他的沟通方式 更多依靠的是煽动 而非建设性的对话 他的策略虽然有效 但也带来了社会的分裂和仇恨的增长 与罗斯福不同 后者在危机中团结了国家 特朗普的做法却在撕裂社会 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 在他的选举中被广泛利用 这种手段是否真的值得称赞 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侵蚀 无法被忽视 当然特朗普的方法激起了强烈的反应 但这也是他支持者所追求的变革 他们对传统政治的不满 和对变革的渴望 赋予了特朗普力量 正如安德鲁 杰克逊在19世纪初 通过民粹主义的动员普通选民 特朗普也动员了一群 认为自己声音被忽视的人 他的胜利再次提醒我们 政治不仅仅是政策的博弈 更是心理的战场 美国的民主 一直以其适应和自我修正能力著称 特朗普的崛起 是其复杂性的体现 楚天书 你对特朗普的描述 像是在赞美一位变革者 但他所动员的情绪 和产生的影响 有着危险的边缘 与其说是变革 不如说是对民主制度的测试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 如杰克逊 确实曾调动大众 但也带来了政策的偏狭 和社会的动荡 虽然特朗普的支持者 可能视他为英雄 但他是否能在不破坏民主的情况下 实现真正的变革 仍然是个疑问 毕竟 美国政治的健康发展 依赖于团结而非分裂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 其其的辩论为 绕特朗普的政治崛起 及其影响展开 两者各有观点 充分展现了 当前美国政治的复杂性 楚天书强调 特朗普的政治技巧 和他在困境中重塑形象的能力 认为他的回归 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 他的论点在于 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位政治人物 更是一位懂得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进行直接对话的领袖 这在信息时代极具意义 然而 楚天书对特朗普的赞美 却未能充分考虑到 这种手法 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特朗普的胜利 固然展示了美国政治的不可预测性 但这种不可预测性 是否真正符合民主的 长期利益 却值得反思 相对而言 谢奇奇的观点则更为警惕和批判性 他指出 特朗普的手法 本质上是以分裂和煽动为基础的 这使得美国的政治环境愈发危险 他提到历史上民粹主义的例子 并质疑这种策略 是否能在不损害民主制度的情况下 产生真正的变革 谢奇奇强调 社会的团结和健康发展 比任何个人的政治崛起更为重要 这使得他的观点 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显得更加深刻 总的来说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揭示了特朗普崛起的双面性 一方面 他的政治手法令人惊讶 能在逆境中重新获得支持 另一方面 这种手法也可能加深社会的撕裂和仇恨 对民主制度造成负面影响 辩论中两位变手的观点交锋激烈 充分展现了当前政治环境中的紧张与矛盾 在我看来 特朗普的胜利 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挑战 未来的政治发展将如何演变 仍需持续观察 作为评委 我强烈建议 未来的辩论 能更多关注选民情绪的变化 以及政治行为对社会整体的影响 这将使得辩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别忘了 按赞讯论